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个周末呢在美国是memorial day 有一天的假期 连上周末就是一个长周末 所以我们临时决定 打算从湾区去洛杉矶 短途旅行一下 这一次呢 我们想要秉着放松的心态 就是不要像平常一样 安排很多景点 这一次我们订了一个 比较好的酒店 然后就打算坐在酒店里头放松 然后去吃吃中餐 就是要放松一下 我们现在就到了中间的休息站 来买一点吃的 我刚才买了一个冰淇淋 这个是小份的 还有两个球 我买的是乳酪蛋糕味的 然后两个球是3块9毛9美元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我们这次订的酒店 是一个五星型的酒店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这个酒店的特点呢 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看的花园 然后建筑也都特别有特色 所以如果想在这个酒店里放松的话 平常在酒店里面 溜的溜的呀 玩一玩就会很好 我们刚才就在前台 刚刚办理了入住 现在正在往我们的房间走 我们打算放一下东西 然后就出去吃一下晚饭 来看一下这个酒店 它的装修风格 就是比较复古的这种 我们订的房间 应该是属于这个酒店里面 比较普通的标准间 所以它就是面积不是很大 然后又有一张床 来看看这个洗手间长啥样 就还是挺有特色的吧 但是可能因为是比较普通的房间 所以也没有说多么的豪华 我们现在已经出来吃晚饭了 我们打算去吃从前的小酒馆 据说是比较火的烧烤店 哎 还是低估了网红店的人气 我们到了这家店了 但是它人实在是太多了 然后我们就到了附近的这家锦城里 Hello 大家 今天我们刚才计了一个烤串店 然后那边人实在太多了 现在就换了一家店 在一个很有名的中餐店 吃四全菜 看都用的一次性的餐具 这畅菜速度太快了 这是我们点的火爆腰花 这个是一个他们店里 比较有特色的排骨 这个是一碗肥肠粉 它是用火锅粉煮的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在罗杉矶的第二天 然后今天上午在酒店转了一圈之后呢 然后现在就来到了帕塞蒂娜的当场 然后现在在这边打算溜达溜达 然后买点咖啡和奶茶 然后看看有点什么吃的 基本小吃吃一吃 然后转一转 帕塞蒂娜据说是一个比较富人集中的区 然后这边的当场呢 有很多看起来就装修就很fancy的餐馆 还有很多商店呀什么的 从湾区来到洛杉矶 就感觉洛杉矶人民的fashion等级 比湾区以下上升了一个档次 就是在湾区可能 比如说一百个人里头有一个 会dress up 就是穿的比较时尚一些 在洛杉矶的话基本上一多半都是 甚至百分之八十吧 我觉得都是就是在穿搭方面有个考量的那种 然后今天来到了这个茶redefine 据说是洛杉矶版的茶颜月色 来看一下这个屋价 跟湾区也差不多 刚才就买了一杯我这个叫refression peach chopino 然后应该感觉跟桃汁夭夭比较下 我就是按照正常点的75%的茶 然后我觉得还挺清香的 这一杯奶茶的话是5块鸡毛5每刀 然后跟湾区的物价也差不多 我觉得同等味道甚至可能稍微便宜一点 就是总体来说这个这个价格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又搜了一下 附近正好有一家挺有名的吃小茶的地方 我等下来去看一下广州早茶 哈喽大家 现在我们到的这家早茶店 我刚才搜了一下中文名字叫金凯玄公早茶 应该也是一个在洛杉矶比较有名的一家早茶的连锁店 它有三家店 我们今天到的这个是叫Pasadina的这一家分店 然后现在是已经是美国时间周六下午的1点50了 然后到这家店来吃早茶 两个人还是要等位30到40分钟 真的是火的出乎我的意料 等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先提前点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物件 看这个虾饺一份四个是六块九毛八美刀 我刚才去餐厅里头转了一下 感觉这个分店它大小也不是特别的大 它就是有楼下楼上两片做的区域 这个是虫草花 仙竹卷 这个是鸡爪 这个是虾饺 这个是一个墨鱼汁袋子饺 这个是烧麦 那烧麦个头都比一般的大一些 里头还有整块的虾 这个是一个甜品 这顿饭花了50美刀 还是非常划算的 吃完了就打算在边上溜达溜达 看看市政厅 我现在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华人聚集的区域 就是盛盖博区 然后要进行一些湾区的女生来到洛杉矶 都会进行的传统项目 猜猜我一会儿要去干什么 你现在是在干嘛呢 我在做美容 我这是第一次来做美容 之前做过没在别家 没有从来没做过 刚才在美容院做了一个脸 然后现在呢到这家来吃一个甜品 既网上说也是属于洛杉矶最好吃的甜品之一 我们现在到的这家甜品店呢 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到的 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家人它会做那种甜品的肠粉 然后一会儿看一下端上来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点的一个双拼的斑鸡 一个是芒果味的 一个是紫薯味的 这个就是水果肠粉 它里面有奶油和水果的夹心 然后皮是奶冻做的 下面我们就来朝圣一下洛杉矶的华人的圣地 丁胖子广场 这是很多通过正规及非正规渠道来到美西的华人的第一站 这里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也有一些 也有办公卡的地方 还有日节的旅馆 就是有的人他来了美西 他没有地方住 就是找一些临时的地方落脚 可以说这里是很多来美华人美国梦的第一步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GPL 它是一个喷气推进实验室 是美国最大的这一类型的火箭的实验室 然后它是加州理工大学创办的 然后最早是因为有些实验感觉会有些危险 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巴萨迪纳北部的 离山比较近的这么一个区域 建了这么一个实验室 然后这个实验室也是属于我们理工科 包括学子的圣殿一类的比方 所以来打一个卡 不过它在周末都已经关闭了 然后最近也因为疫情也没有再开这个 就是进去参观的这种tour 所以现在只能在门口简单打一个卡 今天是我们在洛杉矶的第三天 然后今天刚好带大家好好看一下我们的宾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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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午餐我们搜到了这家西域风格的餐厅 人还挺多的还需要等位 这个是我们点的大排鸡 它上面是炖的鸡肉 下面有面条 这个是一个烤囊风格的肉饼 它里面是羊肉洋葱馅的 这个是羊肉抓饭 里头还有鹰嘴豆 今天是我们在路深基的最后一天 然后今天正在展望回湾区 然后回湾区之前呢 就想来这个特别火的一个奶茶店 叫吃茶三千 买几杯奶茶再回去路上喝 然后吃茶三千这家店我这是第三次来了 前面两次都是因为一点单 发现等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然后就直接放弃了 然后我今天在吃午饭的时候就下单了 所以给他预留了一个半小时来取 结果我现在到了之后他还是没有做好 然后就觉得太夸张了 终于在我 终于在我来了 吃茶三千 前前后后来了三次 我终于拿到了他们家的奶茶 太神奇了 我一共点了两杯 我一共点了两杯 这一杯是桂花乌龙奶茶 然后第二杯呢是这个国王奶茶 是他们家招牌的国王珍珠奶茶 我觉得算是好喝的奶茶吧 但是如果说要等两个小时的话 我肯定不会再来的 请不吝点赞 ВО certified。 这次贤区 请不吝点赞